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阿姆赫德主席举行会谈 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参加会谈 李强表示 中瑞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创下多个第一 2016年 习近平主席与瑞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对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指引 中方愿同瑞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进一步助劳政治互信基础 发扬平等 创新 共赢的中瑞合作精神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瑞方继续密切高层交往 加快重启各层级各领域往来 加强自贸 海关等领域合作 培育壮大绿色 金融 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长点 深化人们交流 希望瑞方继续为在瑞中资企业提供开放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双方要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调 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阿姆赫德和帕姆兰表示 瑞中关系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加强 瑞方运同中方继续推进高质量双边对话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推动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在龙年取得更大发展 双方宣布 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联合可言 一致同意支持尽快启动正式升级谈判 今年年内举行新一轮中瑞外长级战略对话 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加强人文交流 中方将给予瑞方单方面免签待遇 瑞方也将为中国公民和赋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双边经贸合作文件